天氣方面要提醒您 從今天開始天氣要轉涼了 受到了封面雲氣通過呢 那麼除了在南部平地之外 其他各地都會下起短暫雨 那麼尤其就從今天的傍晚開始 北部氣溫下降四度 那麼在中南部呢 則是早晚的溫度會比較涼 這樣的一個雨勢會持續到 禮拜四才會緩解 溫度也才會慢慢的回溫 所以提醒您在傍晚呢 變天之後呢 那麼另外一方面令人比較關心的 就是交通的問題了 在今天新年收假日 那麼高工具預估 國道將會擠上超過200萬的車次 其中在今天下午的三點過後呢 就會湧現北上的塞車潮 恐怕得過了晚上八點之後 才會得到疏解 要提醒您上路之前要特別注意了